NBA好小子林舒豪最后一天在台湾的行程回到台北 他现身新衣区当起了发型设计是要帮球迷剪头发 不过说起林舒豪过去三次回台湾 竟然每次都遇到台风 他跟风真的是很有缘 贴心的他要球迷不要为他送鸡 球迷也期待林舒豪回到美国之后 能够再掀起一股新旋风 林舒豪今天现身新衣区 为所代言的知名运动品牌站台 虽然是台湾天还是有不少不慰富裕的粉丝到现场 尽力感受林舒豪的魅力 有三位粉丝在现场把发型剔出了运动品牌的商标造型 为的就是要与林舒豪零距离的接触机会 和表达对林舒豪的崇拜 你觉得如何 我觉得他们都是好看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正常有这个头发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真的很creative 我需要选一个吗还是 没有了 就看看就好了 林舒豪在现场当起设计师 帮这位球迷剪头发 林舒豪的弟弟林舒卫今天也和林舒豪同台 要为四位粉丝挑选适合的穿搭 让现场粉丝们投票选出较好的 两兄弟要来个不一样的PK 问到球运背后林舒豪说希望在三四天内做决定 也贴心提醒球迷们天气不好不要去机场送机 希望大家不需要去机场我知道现在有天气不好 我要人家都在家休息 然后不要出去 因为知道台风会来 林舒豪跟风实在很有缘 台台三世都遇到旋风 希望这次他回美国后 能在胡人队掀起一股新的旋风 新大人两天电视胡宗汉黄亭峰台湾台北报导